吴尔腾工队台湾青年走出去 来看今天的记者张俊栋和王玉超 飞行了超过7000公里 来到雪梨北方近郊的制药药厂 进入生产线上 体验台湾的打工度假 到底是什么模样呢 而台湾背包客能做的项目有多深入 又送了多少的打工度假生 来这里来打工度假 我们来看吴尔腾工队首度跨海的体验报道 澳洲雪梨的Working Holiday 今天要体验的是药厂的生产线 在进入之前 得先穿好防尘衣 还有帽套鞋套 着装完毕之后 就能进到里头去工作了 但你看这里是药厂的存料库房 还有这个地方是V混料室 不过这些工作都不会是Working Holiday 能够做的工作 因为这需要集专业的技能才能够做 能够做的地方在那里 药厂的包装生产线 在这个地方可以找到来自世界各国 来这里打工度假的伙伴 手套 口罩 所有装备 着装完毕之后 像我这样就站上了绵羊友的生产线 那么这条线上呢 有五个人一起来负责这个包装的工作 每个人每天的工时是7.6小时 加上0.4小时的休息时间 一整天的法定工时8小时 所有人各司其职 其实在这里辛不辛苦是看个人的心态 因为有时候你虽然工作的辛苦 但是是你做我喜欢的工作 像我做这间药厂 它其实让我学习到很多的是 关于生产线上的作业流程 其实要看运气 也要看你的个性 很拼的那种人 可能就真的会赚很多钱 但是现在这个已经不太一定了 因为太多人来了 对 那可是我真的是建议 就是不要抱着你赚大钱的心情来 有多少台湾背包刻到澳洲圆梦呢 2004年台澳双方签订度假打工协议 我们从2006年来看 当时只有2312人次 飞往澳洲打工度假 之后每年以三倍六千多人次 四倍九千多人次 五倍突破一万人次 以及六倍的人数增加 2011年更一举突破两万人 这比2006年的两千多人 整整多出十倍 2012年才半年的时间 台湾就有两万两千多人次 前往澳洲打工度假 如果再加上2013年上半年 保守估计 全年将突破三万人次 这些台湾年轻人给我们就是雇主 包括我们还有一些同行的 就是他们留下的印象 其实蛮深刻的 第一个我们觉得 他的吃苦耐劳性真的很好 第二个他们其实来的人 他的背景有的其实是很strong的 一个萝卜一个坑的工作方式 在工厂生产线上最常见 台湾背包刻能不能在看似 枯燥乏味的工作流程中坚持到底 还有完成一年打工经验后 是否再来一次澳洲签证的二千 也能看出端倪 能提出申请的需要在过去一年 到澳洲偏远地区 从事官方所指定的农 林 鱼 木矿等工作 天数只要88天就符合二千资格 只不过澳洲打工度假一年一千 这属于短期居留 至于永久居留资格 要么结婚不然就得投资移民啊 另外像技术移民其中雇主担保 就是打工背包刻能永久留在澳洲的途径之一 不过这得经过职业评估 语言要求和财务状况等一连串的审查 我们找到在药厂担任采购专员的Vicky 到澳洲工作一年半了 从原先打工度假到取得二千 最后获得公司主管赏试 由雇主向澳洲政府提出申请 协助Vicky拿到永久居留权 我回去的话是还有我家庭 我就是我可能我爸妈我家人这样子 在这里就只有一个人 如果说真的到了一段时间 还是一个人的话 那可能还是会选择回去台湾啊 因为我毕竟我整个家庭都在那边 我喜欢这个地方是我留在这里 可是你要怎么讲 如果说只有一个人的话 就会觉得不单 因为有一天可能朋友都慢慢的离去 连续两年台湾有超过两万名 年纪在31岁以下的台湾青年 飞越7000多公里 只为在澳洲占有一席工作之缺 在南半球输入梦想 或者站上岗位纯粹输出劳力 药厂生产线上的工作经验 只是台湾人在澳洲打工度假的小小缩影 中天新闻王一翘张俊农在澳大利亚的采访报道